那时候,耶稣进了耶路撒冷,先到圣殿里,许试了一切。 时候一晚就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达尼去了。 第二天离开伯达尼时,耶稣饿了。 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枝叶茂盛的乌花果树, 就上前去看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。 他走到那里,除了叶子,什么也没有找到, 因为还不是收乌花果的时间。 耶稣就对树说,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 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。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便进了圣殿, 他把在那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, 又把换钱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, 也不许人带着器皿从店员里经过, 并且教训他们说,经上不是记载, 我的店鱼将成为万民的祈祷所吗? 你们竟把他弄成了贼窝。 司机长和经事听见了就设法要除掉他, 却又有所顾忌, 因为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。 到了晚上,他们就出城去了。 早晨他们经过那里时, 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萎了。 伯德鲁想起来就对耶稣说, 老师请看, 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一枯萎了。 耶稣回答他们说, 你们对天主要有信心, 我实在告诉你们, 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, 他心里若不怀疑, 相信他说的必定成就, 就必给他成就。 因此我告诉你们, 你们祈祷时不论求什么, 只要相信必定得到, 就必给你们成就。 当你们站着祈祷时, 若是有人得罪了你们, 就宽恕他吧, 好使你们的天赋, 也宽恕你们的过分。 基督的福音, 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, 每一次我们弥撒中读经, 我都确信是耶稣有话跟我们说, 不只是在场的人, 好多透过网络听到的人, 因为每天都有人从里边得到滋养, 就像吃一顿大餐一样, 有的时候受不到这个道理, 就很难过, 好几天没有滋养了, 我们都在为此祈祷, 所以我也很感动, 无论走到哪儿, 什么时候, 再忙,再累, 也愿意多少分享几分钟。 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天主的恩宠。 刚才读的福音, 耶稣走进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, 找果子, 没有找到。 福音上说, 当时还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, 最后耶稣就生气了, 看耶稣也生气, 他说, 以后没人再吃你的果子了。 第二天早上从那经过伯德鲁, 一看, 哎,老师, 昨天你说的那棵树干了, 一打那个除草剂还管用, 一个晚上就干了, 那么大树。 然后耶稣说, 你们要有信心, 有信心可以一山倒海。 这是今天福音基数的第一件事, 我们先看这件事, 随后再看第二件事, 是耶稣到圣殿里去清除一切做生意的, 恢复圣殿的功能。 耶稣到这棵茂盛的树上找果子, 没有找到。 首先我就想, 这棵茂盛的树, 这个形容词是不是在指一些看上去很热心的人, 经常进堂, 经常学习, 甚至都奉献生活的神父修女, 看上去很茂盛, 结果里边没东西。 有一天耶稣要面对我们每个人找果子, 你有没有结果时。 所以每天晚上我们的夜导或者以前的晚课都有一个醒茶, 这一天结束了, 我看看今天做得好还是没有做好。 就像你们做生意, 过了一天, 今天赚了多少钱, 想想, 来了几个客户, 哎, 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来, 奇怪, 一笔生意都没谈成。 哦, 是不是今天我忙着, 心情也不好, 人家来了, 奈达不理的, 来一个, 或者我没理人家, 人家就走了, 或者来一个, 我正忙着打电话, 应付了几句, 人家一看也就走了, 或者, 明天不能这样, 明天把别的事退退, 好好的把电整理好, 有一种气氛。 哦, 所以我不知道, 你们忙完一天一定到了晚上会算算账, 今天没做好的明天改善, 要不然你这样店铺就关了, 如果哪做得好, 哎, 发现明天继续, 晚上的省察就是这样, 看今天这一天有没有结果实, 如果用这句福音可以这样反省, 今天我跟天主怎么样, 一天有没有常常想到他, 对我身边的人怎么样, 有没有说话, 做事故意伤害, 或者怀着仇恨, 给哪个人别进, 找别扭, 要是这样不对, 还有我该做的本分, 该做的工作, 是不是尽力地做好了, 还是玩手机, 聊天, 花了好多时间, 哎呀, 到晚上一看, 今天没做什么, 早上想得好好的, 今天完成了几件事, 结果没做, 那怎么办, 如果我们做得好, 感谢天主, 也欣赏自己, 给自己点个赞, 哎呀, 我也算努力了, 天主谢谢你, 帮着我度过了这一天, 做得都挺好, 如果发现很明显没有做好, 主啊, 请你原谅, 明天我要弥补, 帮助我明天做好, 今天过去的, 就算过去了, 说实话还不晚, 在我们生命中有三万来天, 如果你今天没做好, 那好, 明天开始, 不要, 从来不去算这个账, 到最后了, 哎呀, 这一辈子你会发现, 哎呀, 就这样也没想过就过来了, 耶稣给我们, 要果子, 你有没有结果子, 每天我们自己问自己, 赶紧结果子, 结果子就是, 做好该做的每件事, 天主给你时间, 就像你租一个房子, 就像你租一个东西, 你借别人的钱, 拿着这些钱做了点什么, 借了三个月, 结果广党利息了, 最后这个本, 哎呀, 什么也没做, 在这放着, 天主给我们活一天, 要我们这一天做点什么, 能够留下点什么, 刚才读经一说, 有一些人, 这一辈子过去, 什么都没留下, 很快人们就忘了, 甚至人们说, 他早点死才好呢, 有一些人呢, 一些伟人, 好几代人们都记着, 哎呀, 这个老人, 我们那个老爷爷, 在的时候, 怎么样怎么样教导, 人家做的什么, 你看, 在世界上活着就不一样, 这就叫结果实, 每天我们留下点什么, 给这个世界, 像我讲过好多次, 前几年, 方济各教宗常说的一句话, 这是几年以前他说的, 他说, 我现在八十多岁, 如果到我死的时候, 发现我帮助过我身边的人, 让一个人快乐了, 我这一趟没有白来, 他的要求不高, 如果我帮助一个人快乐了, 让我身边的一个人生活改善了, 我就没有白来, 天主将来就这样问我, 你有没有让那些没有吃的人, 吃点东西, 没有衣服穿的, 穿件衣服, 痛苦的人, 一个微笑, 这就是结果实, 在这儿有一个细节, 当时还不是收花果的世界, 耶稣找果子, 是的, 耶稣要求很严格, 就跟普通不一样, 不按常理出牌, 大家认为这样好, 耶稣说不行, 很多人走宽门大路, 你们要走斩路, 是吧, 别人都这样做, 我也这样做, 耶稣说不行, 你是我的门徒, 跟随我, 背十字架, 有谁愿意背, 大家都躲着, 有什么都不要有病, 没有什么, 也不要有钱, 没有钱, 耶稣可不这样讲, 所以, 你不要跟别人一样, 大家都结果子, 都这样, 你也结果子, 你做了什么特殊的呢, 你要做那些, 别人不做的, 别人还没做的, 你开始做, 这就是, 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, 耶稣就要果子, 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, 要活的,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, 我们讲第二件事, 耶稣进了圣殿, 发现, 都是做生意的, 从常理上讲, 也情有可原, 外地的人来, 需要换钱, 换犹太人的钱, 拿着罗马帝国的钱, 上面印着凯撒, 不能在圣殿里用, 所以, 要买鸽子, 要买牛羊, 祭献, 所以, 很多做生意的, 但是耶稣不要, 把他们都赶走, 这些人, 有的时候, 真的, 不理解天主的心, 以为, 我们奉献很多, 在这儿来, 天主就喜欢, 事实上, 不, 以前的, 特别是, 亚某斯先知, 怎么批评人们, 他在圣殿门口, 看着, 进圣殿的, 国站里, 都挤着, 拍着队往里边, 一边奉献, 拿着东西, 放在圣殿里, 拿着钱, 哗啦哗啦, 往里边倒, 亚某斯就说, 你们到这儿来, 干嘛, 以为奉献, 这些天主喜欢吗, 你们回家, 在家里, 相亲相爱, 邻居也好, 家人也好, 对你的奴仆也好, 多多照顾, 不要以为, 天主喜欢你们这俩, 臭钱, 亚某斯先知, 人们到这儿来都买牛羊, 奉献, 回去了以后, 生活中怎么样, 所以耶稣把这些人赶走, 这些都不重要, 说实话, 真的圣殿, 耶稣敬殿, 敬的是这个房子, 但是他要告诉我们, 在我们内心, 把天主, 天主的话当回事, 有的时候我们该念经了, 该进堂了, 一点都不缺, 教会该奉献了, 很大方, 但是一天当中, 没有朝拜天主, 我说的朝拜, 不只是到圣体跟前, 天主住在我们的心里, 我的殿狱,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活圣殿, 走到哪儿去, 天主在你心里, 要保存这个圣殿, 心里在任何时候, 不要有仇恨, 不要有那些太多的贪婪, 嫉妒, 骄傲, 这些有的时候啊, 我经常见一些交友聊天, 说看哪个人, 这个这样的人还进堂, 打麻将, 这个人还占小便宜, 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, 他们那样的还领圣体, 他有仇人, 其实有的时候, 天主最看不上的一个罪, 是骄傲, 圣母说, 他提拔弱小卑微的, 打击那些心高气傲的, 在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, 就像早上起来, 我们在地里看一看, 地里庄稼, 花长得怎么样, 我们种的这些东西, 然后草多了, 开始打药, 开始拔草, 早上一起来, 看看我的心里有什么, 一起来就发愁, 今天又要怎么怎么样, 一起来就不高兴, 闷闷不乐, 昨天的一件事, 又回到脑海中, 这些都是杂草, 早上一起来, 让你的心充满对天主的喜乐, 天主将我从睡梦中唤醒, 高兴地赞美他, 高兴地看到身边的妻子, 丈夫孩子, 早上好, 我们一起吃早饭, 赞美天主, 感谢他给我们新的一天, 是这样, 是感恩的时刻, 是喜乐的时刻, 是高兴, 带着使命生活, 是这样的一天, 如果有这些草, 有这些什么, 完全让你忘了天主在, 那就是耶稣说的, 做生意的, 这些烂七八糟的事, 堵满了圣殿, 没有天主了, 让我们心里的圣殿有天主, 有他在, 一切都好, 告诉你们,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, 没有他了, 到处都是问题, 草木结病, 什么事都让你害怕, 让你担心, 你心里没底, 所以, 这个圣殿, 不只是教堂, 是我们每个人的心, 让天主在, 把别的东西, 砸草那些, 乱七八糟的, 都弄走, 好, 这是今天福音, 告诉我们的这两点, 每天, 到了晚上, 看看有没有结果时, 不要那么冒险, 光是表面上看可热心了, 你自己心里面对天主, 你今天, 每一分钟, 每一个小时, 活得怎么样, 做一个反省, 然后, 早上起来, 暂微感谢天主, 看你的心里的这个店, 都有什么, 希望除了天主外, 没有什么别的, 如果有别的, 有我的工作, 有我的家庭, 有我的孩子, 有我关心的事, 都是, 在天主的带领下, 去好好服务他们, 好好处理这一切, 阿们, 你有 יודע来, 别 checked, 交正中感觉到 Animani, 哦呗, 我也有 sino, 没错过哦, 聊天主, 楼 seeingсяч日快乐, 量不或者是等为 family的� spreadsheet, 什么时候, 所以就是那样,